七堵区实践里里长张小梅 陪同市议员张耿辉 现地查看目前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天花板的施工情况 旧有受到地震震坏的老旧天花板 都已经拆除完毕 接下来将开始装设新的天花板 由于受到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影响 实践里民活动中心的老旧天花板 被阵列损坏 为了顾及里民在中心里面活动的安全性 里长张小梅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后 张耿辉争取近百万元的经费 协助先更新二分之一左右 活动中心主要场地的天花板 保障里民在中心里面活动时的安全 受到里长的感谢 因为刚好又碰到我们地震的时候 本来已经有破损了 可是因为地震关系等同于 就是整个都已经非常残破不堪了 所以非常感谢翼座这样子 非常帮忙我们实践里的活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者来讲非常安全 首先我也是很感谢我们事务团队 还有我们现在的实践里的里长 他很积极的建议 尤其称如我们张里长所讲的 这个经过这个已经长期 这个里民会堂已经十几年了 没有维修的 还有加上前一阵子的地震的关系 那里长我也有基于安全起见 也向我来征集看看是不是能够协助他们来一起改善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尤其在市长很关心的积极下 能够迅速地能够来协助改离 能够迅速地改善这个我们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实践里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使用力很平安非常平安 我也希望在这个施工期间 我们有经过的还是需要活动的 因为里民能够注意安全 那在施工单位我也希望能够尽速地能够把它完成 让我们里民能够早一点能够享受到 我们重新拯救的一个空间 张耿辉也协助争取经费 协助里长张小梅设置活动中心户外的LED电子告示板 让里民可以清楚了解各项市政活动讯息 张耿辉也呼吁市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协助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完成剩下二分之一左右损坏天花板的更新 确保民众的安全 因为里长张小梅很用心善用活动中心空间 办理各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